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老人租赁身体的方式就是在彼此的骨髓里注入一个芯片 就这样 躺在床上的老人也可以控制小美的身体 手术之后 小美果然被老人控制了 可以支配小美身体的老人 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海边看夕阳 再一次在地上奔跑 老人一定很享受这个过程 在外面玩了一天 晚上回到家 老人发现小美的房间竟然又乱又脏 他帮小美收拾了房间 并且帮她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因为想要租赁这个身体 就需要让这个身体保持体力 当老人做完饭之后就退出控制 因为吃饭这件事还是需要小美自己完成的 第二天老人告诉小美 已经帮她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是老人完成自己心愿的第二步 来到公司 小美发现这是一个很小的软件开发公司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奋斗了很多年的团队 但是小美刚刚来到这个公司 就为公司研发了一个新的软件 当然 这并不是小美所为 而是在老人控制下完成的 公司的其他人看到小美有这样的技术 非常的佩服 这天中午老人生命纯微退出了控制 而老板竟然让小美重新修复一下程序bug 小美哪里懂得这些电脑程序 只能装作不知情拒绝了老板 老板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在很多年前 她的祖父跟一个合伙人将公司做得很大 但是中途合伙人退出 祖父的公司就没有办法继续运行 而那个合伙人也变成了如今最厉害的软件开发大亨 所以老板发誓 自己要研发出一个最厉害的软件 小美突然明白为什么老人如此坚持 原来老人就是中途退出的合伙人 第二天 老人控制小美的身体发现程序里有很多的错误 老人觉得这些错误很蹊跷 当天晚上 她躲在办公室里想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捣鬼 果然有一个人在偷偷的破坏软件 老人上前阻止 在撕打的过程中 老人生命纯微退出了控制 而恢复清醒的小美也知道了老人的良苦用心 用自己的全身力气保住了软件 当老板赶来的时候 小美没有多做解释 而是赶到了老人的面前 老人临死之前说出了自己一生的遗憾 原来曾经跟她合伙的那个人 也就是老板的祖父 是老人曾经的爱人 她很后悔中途退出 所以她在临死之前 想要帮助爱人把公司做大 就这样老人离开了 懂得生命的意义的小美 重新找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米老鼠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